好,来,那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立文三啊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立文其实都是它的题目当中包含作文的线索 题目说不仅是两脚前 那原文咱们读完之后知道了 这两脚前呢,其实是那个脚龄对不对 脚龄英文怎么说 叫change 你发现看这美国电影或者说美剧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个句子叫keep the change 啥意思啊,keep the change 就是小费的意思,就是零钱甭找了 您就留着吧,keep the change change是这个零钱的意思 那同学们看,这篇文章啊 它最经典的是最后一句话 说这位同学,你扔掉的仅仅是两脚前吗 那么同学想一想 两脚前在这篇作文当中有什么深刻的含义 有什么深刻的含义 你看,如果想找两脚前的深刻含义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九段 因为第九段它是一个议论段 你在写作文的时候 你也需要通过一个书经议论段 来解释一下你文章的这个线索啊 说我也叹息 想到了老板刚才找钱的执拗 老板那是做生意非常的诚信 说顾客有零钱就必须得找给人家 想到买菜时菜贩们为挤脚前引起的争执 又提到了一类人说菜贩 其实菜贩呢 就代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非常艰辛不容易的民众们 那再看 也想到华侨从利清中抠出五分钱 只为国徽不被践踏的举动 利清就是铺路面的那个 那他发现有钱在这个利清上 那么钱上面还有什么呀 国徽 也就是说把这个钱抠出来 并不是因为它的价值 因为就几分钱嘛 而是因为这是国家的象征 那你发现第九段 他剖析了这个老板菜饭 还有为国徽国徽不被践踏 而珍惜钱力的举动 他就在告诉我们 钱 他不仅仅是一种财富 而这个钱应该是什么的象征啊 它包含人们的诚信 一般说一个人不诚信 人家说欠你钱没还 对吧 或者卖你东西 这个薛薛少两的 还是在骗你钱 利益上 那再有钱 还是人们辛苦劳动的结果呀 对不对 不是说你扔那一毛钱两毛钱 那这一毛两毛 可能是有 有些人他辛苦劳动的成果 那么除劳动以外 为国徽不被践踏 而抠那个钱 是他其实也是一种 国家的象征 对吧 那通过作者的描述 我们发现 文章当中非常简单的 就两脚前 他具有诚信劳动和国家 多种象征 那你会发现 如果我用这个线索 来串击全文的话 全文他整个的主旨 就不再平面化 不再浅显化了 而是直接这两脚前 就代表了这个 他的主旨就更加深刻 那作者是如何完成 有普通的两脚前 让自己的线索 变得这么高大上呢 就是通过第九段的议论段 来升华主旗 所以同学们以后写作的时候啊 你的题目当中包含你的线索 然后在行文当中 你就正常的写就可以了 那你看啊 是买东西 然后找了两脚钱 对不对 老板费得给你 然后这个人把这个两脚钱扔了 那你注意啊 一定要在倒数第二段 和倒数第一段的地方 必须加一个议论段 这个议论段 你一定要去揭示 我文章的这个线索究竟是什么 一定要告诉我们 我写的这个线索 牡丹花也好 什么菊花也好 两脚钱也好 什么一个红领巾也好 一定得告诉我们 你这个线索 它的内在含义是什么 而线索的内在含义 就是本篇文章的主题 你要给它升华了 要阅卷老师一看知道 这同学原来在题目当中 提到的这个东西 不仅仅只是一个误品 而是包含了文章整个的主旨 这就是说 你用一线串起来整篇文章之后 我们还需要在倒数第一段 和倒数第二段来议论 来怎么样呢 阐释 我写在这吧 写在上面啊 叫阐释线索 我给同学们批作文的时候 最常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什么呢 这个线索啊 来无影去无踪啊 突然就出现了几个线索 也不知道哪来的 这东西 然后写着写着 诶线索没了 就神龙见首不见美 这个时候我是最怕的 你线索一定不能这样啊 虎头蛇尾 或者是那个虎头虎尾 中间没有 要不蛇头蛇尾 就这样的 一定线索要从题目到第一段贯串始终 而且线索一定是越到后边越大 越到后边越实 越到根上要越扎实 明白吧 所以一定要在倒数第一和第二段的时候 有一个议论段 你来阐释这个线索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然后来升华主题 明白吧 这是我们在运用线索的时候 如何能让大家更多的得分 你别说这个小包长的胶狼 用一东西串起来就行了 你注意 这还是最基本的写法 最浅显的写法 更牛的写法就是说 你串起来这东西 它得怎么样啊 能生长把你整篇文章都给带起来 这样的线索才是最好的 好了 那这篇文章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同学们可以自己再读一读啊 以小见大 那么浪费的警示就越染至上 很多同学都问我这样的主题 说老师啊 这个勤俭节约 对吧 这类文章怎么解呀 因为不是那个 我们的领导要求 反对铺张浪费 提倡勤俭节约 很多同学就遇到了节约 节约这类的题目 那你像你写节约节约 你要上来说 我们都要节约 节约是一种好习惯 这样的题目太烂俗了 你就从 难道就是两脚钱吗 或者我们这个题目 不仅是两脚钱 或者你给它改成 不仅是一碗饭 不仅是一粒饮 对吧 你像这种用具体的东西来带这个节约的概念 来象征节约的概念 是不是你就写得更加游刃有余了 别从大处空处写 要从这种小处具体处来写 明白了吧 孩子们 好的 那么这篇文章 一文三 咱就讲到这 接下来呢 咱们要一起看一下 《立文四》 今天的最后一篇 《立文》了 首先还是 有请小敬 为同学们一起 读一下《立文四》 开花 走了 《立文四》 雨中荷叶 这两天愁雨终日不断 天总是阴沉沉的 让人的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河塘边的田间的小路上 满是泥泞的污水 此时我正徘徊于田间 那条迷命的小路上 我低着头 任雨水肆意地打在头发上 脸上 从脸上滚落的 不知是泪水 还是雨水 沉寂通知书游到了家里 我考得一塌糊涂 当我把通知书 交到父亲的手中时 我怕见到父亲失望的眼神 便跑了出来 十年了 父亲一直在用他的手 他的汗 他的血 为我编织 跳出农门的大学梦 而我呢 那么可怜的分数 就是我对父亲的报答吗 我恨自己 当我在学校快乐地虚度时光时 我为什么没有想到父亲 想到父亲在地里根 土里刨得辛苦 想到父亲 面朝黄土 被调天 却毫无怨言地劳作 想到父亲那日益 脱起的背 日益加深的皱纹 此时 我无言面对这一切 无言面对那烟雾缭绕中的父亲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 拖着疲惫的身体 漫无目的地走着 不远处 一个个荷叶被秋雨打得东摇西摆 我想 我不就是那玉缎的荷叶吗 我仰天长叹 雨水流进嘴里 只有瑟瑟的感觉 蹲在池塘边 我呆呆地看着 那与我同病相连的荷叶 忽然 我发现 那一个个看似玉缎的荷叶 却并没有一个被雨水打断 每当它上面的雨水 超过它所负载的时候 它总能及时地排掉雨水 努力地保持挺直的身体 我若有所思 何夜尚能如此 而我难道就不能及时地 去掉心中的烦恼与忧伤吗 父亲需要的 不是一个自甘沉沦的女儿 而是一个支持厚勇 努力拼搏的女儿 此刻我明白了 我心中那火热的激情 不应被雨水浇灭 愈拖愈勇 才是对父亲最好的回报 雨水渐渐响了 天边出现一道亮光 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默默地对父亲说 爸 你放心吧 女儿要做那雨中的荷叶 好了 谢谢小经文 我们读了一下 立文四 他的标题叫做 雨中荷叶 那我先请同学们来给我判断一下 这篇文章的类型是什么 究竟是写景状物的反文呢 还是什么什么呢 哪一类 情感类还是励志类 同学发现了 老师他既有对父亲的情感 又有自己的成长 究竟这是什么类呀 他是一个情感 励志类啊 也就是说 这篇文章 包含了情感 他也包含了一种成长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写法 他上来先说 这两天愁与终日不断 天总是阴沉沉的 让人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河塘边的田间小路上 满是泥泞的污水 第一段是什么描写呀 环境描写 环境描写 老师就简单的写成环描 好吧 以后人物描写 我就给他简单写成人描 不是素描啊 人描 好 那么第一段环境描写 首先渲染了一种 非常凄凉 或者说很压抑的氛围 比如说愁雨 阴影 对吧 又是泥泞的 让人觉得心里也是阴沉沉的 那这段环境描写 是哄托作者的心情 他不爽 他为什么心里不好呢 因为什么呀 成绩单游到家里 考得是一塌糊涂啊 没考好 是同学们最常见的一种作文素材 我也就大了闷的 同学们哪来那么多次考得不好 一写作文就是没考好 一写作文就没考好 同学们你们想想啊 在考场上写你考不好的事 这事不吉利啊 有没有想过这个明云之争的安排 你正考试呢 然后你写我没考好 是不是不太吉利啊 你以后得写我考不考的时候啊 这样才能转运呢 那这同学他就没考好 而且我们发现他应该是一位农村的学生 对吧 因为你看他的生活环境有这个泥印的乡间小路 然后还有和堂 那么整个第三段 他其实是对父亲 对他的付出做了一个叙述 说父亲用他的手 他的汗 他的血为我编织 跳出龙门的大学梦 而我怎么怎么样 整个一段其实都是一个心理描写 我就叫他心描 那你会发现 一直到这儿 有没有出现对于荷叶具体的描写 还没发现 对吧 他前面就通过环境描写 心理描写 先轰多了一下这个自己的心情 然后交代了一下故事背景 那我们看从第几段开始出现了荷叶 第四段 对吧 第四段开始出现了荷叶 那么这个时候 荷叶的状态是什么 荷叶被秋鲁打得 东摇西歪 然后作者通过一个心理描写 将自己跟荷叶建立了联系 是什么呀 我不就是那玉段的荷叶吗 我仰天长叹 也就是作者前面的铺垫都在压抑自己 把自己压在一个很低的位置 然后突然他看到了荷叶就把自己跟荷叶怎么样啊 做了联系 这个时候荷叶在作者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有作用了 我们来理一下这个线索啊 就怎么样啊 没讨好 然后心情就低落 对吧 食欲不振 两腿发麻 两眼昏花 心情低落的时候 他看到了荷叶 那这时候他面对荷叶其实是一种四连的心态 对吧 与荷叶 四比吗 那我们再看 蹲在池塘边看着这个荷叶 那么看着看着他发现荷叶变了 变成了荷叶金 在西游记里边一下变成成荷了 不是 他看着这玉段的荷叶 却没有一个被雨水打断 每当他上面的雨水超过负载的时候 总是能及时的排掉雨水 努力保持自己的身体 也就是说看完荷叶自连之后 他又有一种反思 对不对 反思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 荷叶上能如此 我难道就不能及时去掉内心的烦恼与忧伤吗 我内心的烦恼与忧伤 相当于荷叶上的那些水 对吧 父亲需要的不是一个自然沉沦的女儿 而是一个知识厚勇的女儿 因为发现 他遇到了荷叶开始反思之后 自己怎么样啊 爆发了 对吧 就重新燃起了 斗志 然后整个最后就是 鱼渐渐小了 出现了一道亮光 对吧 我要做那雨中的荷叶 还是说自己要做荷叶 但是此荷叶已非彼荷叶了 那你发现 这篇文章如果说他用荷叶做线索 他并没有从头到尾都出现荷叶 对不对 跟咱们第一篇立文说这个菊花 他一直都在 小的时候就喜欢 然后幼儿园的时候开始种 然后种着种着 哎 他死了 他枯萎了 是吧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那个是菊花陪伴他成长 植物跟他一步一步一起成长 而这篇文章 你注意了 他是作者自己的行为是一条明线 他自己没搞好 他自己心情低落 对吧 他看见了荷叶 他燃起的斗志 是作者自己的成长经历 是一条明线 而我们刚才讲的立文一是说 那花是明线 对吧 不一样 而你发现 荷叶在这篇文章当中 最重要的作用 其实是转折 让作者的心情 由低落到燃起斗志 荷叶它其实是一个催化性 它其实是鞭策作者前进的就像一鞭子一样 所以我们说线索在作文当中不一定从头到尾都存在 但是一定要改变人物的心情 改变人物的命运 一定要使文章发生转变 它才有意义 记住我这句话 当同学们写作文的时候 选择一个物品的时候 这个物品要么是在你最低落的时候 给你一个激励让你爆发 要么是让你最快乐的时候 让你一败涂地 让你特别难受 玩物丧志了 那这个东西 你的选择就要让它出现在转折点上 最常用的套路就是 没考好 心情低落 然后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哎呀 然后开始自连了 你说我跟它不就是一样的吗 同病相连 心心相西 然后看着看着 发现这个东西 好像在枯木当中有一丝心芽 好像在东倒西歪当中 但是一直屹立不倒 然后通过这个东西 使你燃销了新的斗指 那这个东西除了叫线索 它还叫一个主旨提示物 这是小分老师给他的命名啊 别的老师不会这么教你 我这么说就是让 为了让你更加的明确 我叫他什么呢 叫他主旨提示物 也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的心里的变化 你燃起的豆指 才是你文章要写的主旨 你肯定看到它之后 从low变得high了 对吧 像坐过程车一样 吼 掉来起来 这就是线索的 我今天要讲的 最后一种使用方法 咱们前面讲过了 线索有从头到尾贯穿的 陪着你成长的 也有这个线索呢 它作为一个象征的 带体 比如说牡丹 对吧 象征的带体 比如说两脚钱 它是这个节约的 一种象征的带体 那第三种 咱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说线索作为一种 主旨提示物 让人物的心情 命运 做法造成改变的一个东西 我寄托在这个物上 它也是一种很好的 成长 励志类文章 那今天咱们一共讲了 四天一晚 讲了三种线索 使用的方法 希望同学们以后再使用线索 千万不要 神龙不见尾 神龙不见手 把我给闪着了 你可以任用一种方法 或者几种方法 你愿意写 你就可以发送到 小方课堂 at163.com 小方老师 非常期待 每一位饭团的家座 看看同学们 学习做文课 究竟把这个线索 运用到什么程度呢 你就可以写 我家阳台上的那盆花 我就可以看一下 你的生活当中 有哪些植物 哪些动物 一起陪着你成长 你是如何成长的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有初二的课程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还会有更多的 小方课堂的课程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学习 你在小方课堂 过得快乐吗 你的收获大吗 你可以在邮箱当中 可以在Q群当中 跟小方老师 一起互动 好了 那敬请期待 小方课堂的 其他课程 小方课堂的 这一讲课程 就到这了 最后呢 还是我们的老规矩 English sound 好了 Enjoy the song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